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法林 欢迎收看法林追问第39期 上一期我们讲到江泽民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3年间 用反腐的名义打得最大老虎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1995年春天陈希同落马 到1998年秋天 以贪污罪和亡乎职守罪判刑16年 中国独立学者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 在2011年到2012年 因为某种机缘 对因为淋巴癌保外就医 住在小汤山疗养院的陈希同 做了十次访谈 写了一本题为陈希同亲述 众口朔金难朔真 这样的书 上次节目播出后 有观众就跟贴问姚坚富的近况 抱歉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2014年 当时已经82岁的姚老 被控涉嫌为记者高瑜提供中共中央9号文件而受到调查 姚老后来部分的恢复自由 但他说公安部不许他接受采访 所以就很少发声了 北京的老人们不时有些活动 例如2016年10月 高瑜 戴晴 蒋燕勇等20多人给抱同 姚坚富 沁生 祝寿 举行了宴会 陈希同是2004年保外就医的 住进了北京市小汤山疗养院 吃喝 住行 一切费用全免 国库报销 等于是我们全国纳税人买单 根据判决书 陈希同应该是2013年8月1日刑满 但2013年6月2日 陈希同就病故了 中年83岁 陈希同他否定了法院判决书上所列的贪污罪和亡乎职守罪 那么陈希同怎么解释江泽民要整他呢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问法 判决书明面上的那些罪状 在陈希同看来都站不住 那么暗中的因素是什么 中国学者吴思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强规则 陈希同是否得罪了江泽民 江泽民按照强规则整掉了他呢 官方当然并没有提出 陈希同不服江泽民或者挑战中央的权威 不服从中央统一部署等等之类的指控 这种指控上不了台面 潜规则嘛 黑箱作业不可能拿到名处来 但是这个民间传闻呢 有鼻子有眼 陈希同对姚坚富郑重其事的再三声明 我同江泽民没有权力之争 我没想去挑战 我没有争权夺利 我丝毫没有此心 我也没有反对过江泽民 也没有反对中央指示 姚坚富是个有心人 他搜集了各种传闻 网上帖子和海外媒体的若干报道 一一拿出来向陈希同求证 陈希同呢就逐条否认 例如有这种说法 陈希同秘密安排了六四后被贬的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力 和政治局委员万里会面 地点在首都宾馆 陈希同不但自己做陪 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力 此事被日本媒体曝光 让江泽民又惊又怒 对此呢 陈希同说 1989年以后 我没有请万里胡启力一起聚餐过 就例如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抢先一天 发表了邓小平南巡的新闻 陈希同说 北京日报不归我管 根本不请示我 宣传工作是由市委书记管 市委书记李希明对我有不同看法 他讲过 北京日报不能登陈希同的讲话 不能在报纸大标题上出现陈希同的名字 所以我不可能批准北京日报抢先登新闻 我不了解事实真相是不会批的 再例如 江泽民 这个传言呢 说江泽民在两会期间到人民人大的北京团参加讨论 陈希同当时不太理睬江泽民 不尊重他 陈希同诚情说 我在任期间 江泽民没有参加过北京代表团的会 又例如 邓小平在首纲讲话中 要求陈希同给中央烧话 谁反对十三大路线 谁就下台 江泽民听后直冒冷汗 通过中办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小平的巡视时间 陈希同反驳说 中办才应该去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 而不应该向北京市发难 江泽民受到顶撞 更怒气冲天 更下定了岛臣的决心 对这段传言呢 陈希同在对姚坚富澄清 邓小平视察首纲时 讲话没有说谁反对十三大路线 谁就下台 他是邓小平是在南巡途中和深圳 讲过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话 他在首纲的讲话 北京市委李新明书记去向江泽民汇报过 还有一种传言 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的负责人 给当时还健在的邓小平写联名信 举报江泽民 邓小平看后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 想让薄一波看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什么货色 结果呢 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 把信递过去 并受益江泽民必须把陈希同搞倒 对此陈希同在对跟姚坚富的谈话中他否认 他说我根本没有联合别人写信告状 也没有自己一个人写信 我不搞什么暗中揭发 不参与权力斗争 陈希同他还对姚坚富说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来看我时 讲到了有人说我的信由薄一波转给江泽民 薄熙成也哈哈大笑 我讲这也是对薄一波的大不敬 陈希同当时他对姚坚富举出的另一个人证 是一位薄一波的老秘书 在薄一波身边工作了16年 重要档案都由他来经手 薄一波去世后 他又负责清理薄一波遗留的档案 又干了三年 他说在这十多年里 他没有看到过陈希同告状信 在最后清理档案中也没有发现这封信 另外呢还有一种传言与此类似 就说陈希同搜集江泽民在上海的材料 向薄一波告状 薄一波把告状信交给了江泽民 因此江才整成 对此陈希同也强烈否认 他说我确实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 搜集江泽民在上海的材料 向薄一波告状 虽然陈希同他否认了 但是很多人包括我 感觉薄一波这个人政治品格一直不怎么样 他是做得出这种事的 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 姚坚夫告诉陈希同说 传言说陈希同联合了17名中央委员 反对江泽民 邓小平把信批给了江泽民看 泽民同志月 材料中还说联合的人中间呢 有泥制服 对此陈希同呢 他断然对姚坚夫否认 他说纯粹是造谣 泥制服就住在我的楼上 我看见泥制服的时候还说 有人说我联合了你 泥制服哈哈大笑 陈希同说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写过 搞江泽民的信 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整陈希同呢 陈希同对姚坚夫 反复的说 他不明白背后的深层原因 讲不清楚缘由 江泽民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我自己能做到的是问心无愧 陈希同真的对江泽民 整自己的原因不知道吗 在这本陈希同亲述的书中 有一些回忆 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信息 2011年1月6日 他说 李希民跟江泽民太紧 李希民病重时坐轮椅 也住在小汤山疗养院 托人烧化愿意见见我 我就看了他 我问李希民 江泽民这个人怎么样 李希民答 江泽民是一个大政治骗子 投机分子 我又问他 李鹏呢 李希民说 李鹏是一个大混蛋 2011年1月17日 陈希同在访谈中 对此进一步解释 他说 李希民原来跟江泽民 跟得很紧 邓小平难寻讲话以后 江泽民把李希民抛了出来 把责任推给了李希民 最后江泽民保住了总书记位置 没有事 而李希民调动工作 当了个部长 李希民发现 江泽民态度变了 出卖了他 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他说 江泽民是政治投机分子 他还说 李鹏是个大混蛋 可能是这种心理吧 把陈希同打入监狱 李希民心里有个疙瘩 我去看望病中的李希民时 我讲啊 把我打入监狱 不是你的意思 听了我的话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半天他说不出话 他对我心有内疚 在这里呢 借李希民之嘴 显然也表露出 陈希同自己对江泽民的看法 陈希同的讲述中 也有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之处 比如说 陈希同多次表白过 除了彭真、刘仁、两位老领导 他不去登门拜访其他中共要员 我不是到处跑官的人 晚上不会自动 自己主动跑到领导家里去 他说他没有去过邓小平家 杨上坤家 李鹏家 但是后边的话呢 陈希同就自己透露去过江家 江泽民在六四以后有一天 找我去过一次 他当时已经当总书记好久了 他问我 你平常到哪里去 我说责民同志我哪里都不去 他好像是在问我经常去哪些领导人家里 姚建傅就问陈希同 那你认为江泽民对你的这句问话是政治性的问题吗 陈希同回答说 我想他是问我同哪些领导人比较接近 我实际上在上头没有一个人有很深的感情 没有一个铁哥们 这里呢 陈希同透露的信息是江泽民对他很有戒心 很重要的一次访谈呢 一个信息啊 是下面这一次 就是2011年1月26日 姚建傅告诉陈希同 他说前几天呢 见到了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百页信息报的社长张沐生 张沐生说 邓小平视察首纲以后 曾放话说 我在首纲的讲话 是最后一次讲话 告诉他们 看他们改不改 还说 让陈希同进常委 当我的联络员 姚建傅呢 就即见陈希同的时候就向他求证 这事有吗 如果确有其事 当然就让江泽民担心 未来的政治格局会对他不利了 陈希同当时回答姚建傅 不知道此事 过去没有听说过 但是他大半年以后 就是2011年的10月8日 他对姚建傅说 上次你讲的张沐生所说的情况 邓小平在视察首纲以后说 让陈希同进常委 当邓的联络员 有可能对有关领导人有影响 这里的有关领导人是谁 我们当然都可以想得到了 将上面所罗列的陈希同的说法概括一下 他的意思是 自己无意与江泽民争高下 但是很可能 江泽民有这种疑心 为防患与未然 便先下手为强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过几年书的陈希同 不由的还迈弄了一句 我不知道江泽民是否对我有怀疑 但中国古话 主疑陈死 这个疑是怀疑的疑 主疑陈死 张沐生讲述的这番话 让我联想起毛泽东安排接班人 总是一明一暗 准备一个备胎 让二人互相竞争 又互相钳制 互相防范 来保持一种平衡 而毛泽东本人呢 则可以在二人之上来驾驭 例如林彪与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关系 林彪垮台之后呢 毛泽东果然重新启用邓小平 但是他还是处心极虑的 要给邓小平设置一个对立物 对对立面 1975年 让邓小平当总参谋长 就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 那么邓小平这里啊 是不是也在玩弄这一手呢 六四以后出走美国的新华社 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在他96岁的高龄飞到美东来 在和平家小住 我去看他 跟他聊天 躺往事 他就告诉我说 1992年邓小平对江泽民 李鹏这个班子很不满意 一度打算让乔石 田济云接替 如果邓小平真说过 让陈希同进常委 当邓的联络员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陈希同也在邓小平的备选名单上 打算把陈作为一个棋子 来制衡江泽民 必要时甚至可以用他来将军 江泽民对这种可能性 当然不能等闲适之 害人之心不可有 这是浪漫主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才是现实主义 认为陈希同是得罪了江泽民 才被整垮 这是普遍的看法 2007年年初 陈希同过去的部下贺阳 前去小汤山疗养院探望他 陈希同告诉贺阳一件事 他说 1995年的4月某一天 他正在主持北京市委常委会 中办通知他 江泽民和李鹏 要找他谈话 陈希同就去了 是李鹏主谈 说陈希同这经济上有问题 陈希同当时就急了 一拍桌子 我告诉你们 我陈希同对得起党 对得起国家 说完拿起包 就拂休而去 贺阳写道 他这个样子能不被处理吗 贺阳所说的这个时间点 值得注意 是1995年4月某一天 我们知道 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 是1995年4月4日 畏罪自杀的 江泽民与李鹏找陈希同谈话 有很大可能是在王宝森之死 引起中共高层的震动之后 陈希同虽然对江里的态度 确实可以说得上恶劣 但是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他被整肃的最初起因 更像是江泽民李鹏 与陈希同的矛盾 发展到了高潮的表现 贺阳1978年开始 先后在北京市科学 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 担任过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后来担任北京市提改委副主任 当时他很受陈希同气重 陈希同后来对贺阳不再欣赏了 是因为在企业改革的问题上 贺阳的观点与陈希同唱反调 1994年 贺阳调入国家提改委 担任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 干了一年多就辞职下海 当了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 2015年他退休了 2014年他用了一个月把自己在政府工作期间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北京改革风云 我在陈希同领导下工作 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看来发行量不太大 我在网上要找此书的封面都没找到 但这本书呢被纽约时报中文网注意到了 发了一篇评论评述文章 标题是六四之外陈希同的另一面 贺阳也认为 陈希同所谓贪污罪 其实就是他没有把外国人送的22件礼品上交 而陈希同所以被定罪呢 是因为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对江泽民不服气 贺阳对陈希同的评价是 优点很突出 有激情 干工作不犀利 抓得很雷厉风行 让人最感意外的 是陈希同对改革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贺阳在书中写道 北京市的工作 无论哪个方面 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 他一说 就是改革 不改革不行 只要是改革 是新生事物 他就特别有激情 但是贺阳也认为 陈希同的缺点不足 也很突出 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点 第一是对经济理论 经济规律 缺乏教系统的了解 贺阳说 中共的许多高层党政领导 包括那些自认为做经济工作出身 很懂经济的领导人 其实也都如此 第二是在用人上存在缺陷 用了一些溜须拍马 没什么本事的人 三是个性过强 得罪人多 在官场上个性太强 往往是致命的 有研究认为 1989年6月4号那一天 陈希同也在中南海 参与指挥镇压学生运动 贺阳倾向于认同 他认同这个说法 他也认为陈希同 在六四前后的表现是个污点 如果没有这一污点 名声会好得多 贺阳把陈希同在六四前后的表现 仅仅说成是个污点 这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我以前说过 陈希同亲述这本书 很有史料价值 从1995年4月 把他搞掉 到1998年 对他定罪 官方媒体完全是 亲定的一面之词 民间传闻是五花八门 但是唯独听不到 他本人的申辩和反驳 这本书呢 做到了 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 尚且毫无公民权利 有口难辩 那平头百姓的权利 怎么被剥夺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言而喻嘛 陈希同口口声声 名冤教区 可是他1989年6月30号 那个关于北京暴乱的报告 给多少人栽赃 冤屈了多少人 他说报告是别人写的 他只是照念而已 一个字都没改 但是这样的话 能推脱罪责吗 陈希同亲述这本书 反复的表白自己的罪名 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是中共权力圈内 权力圈呢 内斗的结果 这个话 基本上我是相信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 陈希同的无辜 他绝非像自我表白的 那样那样廉洁 那样纯洁 如果他真被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 来审判 他在六四中的罪恶 他的罪名 他的刑罚 很可能会更重 别说中共不垮 肯定不会给他平反 就是中国的民主化 换了新天 陈希同也逃不过 以新罪名起诉的审判 这次节目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也是2019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鞭策 感谢我们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 亲爱的观众 衷心的祝愿大家 新年平安健康快乐顺利 我们明年再见